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继荣 人口普查局近日在南巴沙迪纳图书馆 举行亚裔媒体会议 强调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如果亚裔民众不积极参与2020人口普查 得到了社会资源跟政府补助就会消解 记者会当天有华语、韩语、日语、越南语等专员 回答媒体问题 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向亚裔社区 传达每10年一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非英语居民可以使用包括中文、越南语、韩语 及日语等12种语言完成人口普查表格 今年首次可以通过网路、电话或邮件等方式填写表格 人口普查员绝不会问社安号或者信用卡号 居民所填写的资料绝对保密 人口普查局华语专员陈嘉婷表示 2020年3月人口普查局将向每个住户 发放关于如何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说明 我们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回答媒体每个问题 因为对我们华语的社会 是要关于我们的社区分顶 还有可以让我们的政府不管是联邦政府或是州政府 让他们比较了解我们社区的需要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感谢美衣判央 所赢得到我们的美衣判央 我们的经济传出党 经济和服务相关于我们的予点 去尤其中央社区分顶 尤其为中国社区分顶 被学习的沉剧 成绩培系统对《支持沉口》 人口普查局表示 民众如果对上门查询的普查员 有疑虑可以通过窗口跟对方交谈 或者让人口普查员留下联系方式 待居民查核其身份后再预约上门时间 有任何问题可上网 www.2020census.gov查询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